小编继续给大家揭秘 8.北京第三区交通委 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人工语音 北京第三区交通委提醒您 注意安全驾驶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怎么样 脑内循环了没有 第一次播出的时候 确实有一种幽默感 但是等到老爷死去之后 再想起这句语音 却很容易戳中魏脸 9.抖音神曲 吴梦达扮演的老爷韩子昂 被关了起来的时候 手机放了去海草海草 从电影年代设定来看 这显然是在当时 已经是首很古老的歌曲了 韩子昂这个人物设定 出生于1999年 典型的90后 怀念这样一首抖音金曲 也就富足为奇了 10.中俄好伙伴 无精扮演的刘培强 在太空站最好的战友 是一名俄罗斯军官 刘培强破坏休眠舱 自我拯救之后 人工智能又叫醒了 两名跟他 一个房间的宇航员 其中就有这名俄罗斯壮汉 之后两人携手要去攻占驾驶舱 俄罗斯人甚至牺牲了自己 而另外一名同时苏醒的宇航员 显然又自己衰去了 可见中俄果然一家庆 毕竟战略伙伴 拜拜 记得关注每日更新 带你领略万部高分电影的我们